白兰的女儿在六岁生日这天被绑架了 我求你绑帮我女儿希望 我求求你 你要做什么都行 绑匪让他拿四十万来换回女儿 绝望的白兰只能答应了绑匪的要求 随后绑匪将女儿装进了桶里 运到了浇赎金的那处山崖 但当白兰浇完赎金 来到浇人地点时 却亲眼看着女儿摔死在了面前 而绑匪却在陈浩 拼了命想救灵荡的时候 偷偷跑走了 随后整整十年 陈浩都没有找到他 他也因此辞去了警察的工作 这十年他因为愧疚 一直没敢见白兰 如今听闻他确诊了癌症 不久于人世 陈浩便带着自己仅有的积蓄 和他十年来收集到的所有资料 来到了医院 白兰也如他所料没什么好脸色 你答应你 他抓住手 人啊 我要他这铃铛长面 护士闻讯赶来 将陈浩赶出了病房 陈浩从医院出来后 便带着花去了当年的事发地 既然白兰不肯收他的花 那边带给死去的铃铛吧 熟悉的陆彪很快出现在了眼前 陈浩心情沉重地看着高处的山崖 当年铃铛就是从这里摔了下来 而他竭尽全力也没能抓住女孩的手 他拿出了一些小孩子爱吃的零食 和花一起放在了陆彪旁 就在这时他突然发现陆彪的背后 居然有好多只烧剩的残箱 当年的案子虽然轰动一时 但如今已经过去了十年 并且铃铛的死亡地点 除了他和白兰几乎没人知道具体位置 那么还有谁会来祭奠铃铛呢 随后陈浩给白兰打去了电话 在得到否定答案后 陈浩脑海中不由地浮现出了一个深意 那就是当年的绑架犯 难道自己这次终于要接近真相了吗 如今的科技手段比当年发达了太多 陈浩第一时间找到了当年的同事 提出了想要查看监控的想法 但同事却都觉得他在白费功夫 这案子已经过去了十年 十年里能发生的事可太多了 单凭挤住残乡说明不了什么 再加上陈浩早已改行 同事劝他放下执念专注生活 但他曾眼睁睁看着 一条生命从手边溜走 又怎么能安心得了呢 同事见他实在执着 便让新来的实习生帮他调出了监控 果然就在这天晚上 有一辆车停在了这附近 车上的人下来后 便在出事地停留了一会 但却因为雾气太大看不清那人的面容 好在监控清晰地拍下了车辆的牌照 陈浩当即带上实习生赶往现场 果然发现了一条新鲜的轮胎印 这让陈浩不由地想起十年前 那个绑匪也是将车停在了这里 但当他们按着牌照和车型查找时 却发现这车居然是辆黑车 这就让车主显得更为可疑了 时隔十年发现新的线索 一时之间让陈浩尤为兴奋 但实习生却让他别那么激动 因为这并不能确定车主就一定是绑匪 但陈浩的直觉告诉他 自己离十年前的真相越来越近 陈浩觉得 既然查找车牌号这条路行不通 那就用轮胎印来找 但他们拿着轮胎印找遍了 黑车市场和废弃车厂 却都没有发现能够匹配上了 至此时牺牲的耐心 也差不多被消磨殆尽了 他跟着陈浩一路东奔西跑 却都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信息 再加上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 他觉得做这些没有任何意义 陈浩见词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能自己继续调查 也许是上天感动于他的执着 终于在这天让陈浩看到了那辆车 他不顾旁人眼光 仔仔细细比对着那辆车 在确认就是监控里那辆车后 他却突然发现一个 裹得严严实实的人 正在不远处盯着他 看到陈浩发现自己 那人居然转身就跑 想来这人应该就会是那个绑匪了 陈浩见状急忙追过去 却在追到一条步行街时 失去了绑匪的踪迹 陈浩只能一家家店去找 终于在一家面馆 找到了那个可疑深夜 陈浩慢慢地走过去 习惯性地想摸手铐 却忘了自己早已不是警察了 而绑匪瞅准这个时机 猛地一掀桌子将他撞倒在地 陈浩很快爬了起来 却在追出门外后 被绑匪的车撞到了一旁 眼看着车子远去 陈浩只能先去医院包扎伤口 顺便看望一下白兰 白兰在听到他说差一点抓到绑匪时 却没有什么情绪波动 他说当年也是就差一点 如今他觉得真相是等不到了 只能等死了 他再一次将陈浩赶出了病房 白兰明白这些事不能怪陈浩 但自己实在是没有时间也没有耐心了 他只想在死之前给林达一个交代 陈浩也同样不好受 他当时为了追绑匪 将一个客户晾在了店里 自己因此丢了工作不说 他和绑匪的肢体冲突 还被人发到了网上 就连前同事也没办法再帮他查案 陈浩失魂落魄地回到家 看着一墙的纸发起了呆 这些纸上都是他十年来收集的线索 但如今好像都在嘲讽着他的失败 心灰意冷地他将那些纸全都拆了下来 准备将它们都一起烧掉 然而就在这时他却收到了白兰的信息 原来白兰并没有放弃追查 他找到了陈浩和绑匪发生冲突的面团 在询问完老板后 他看到了被绑匪丢在面馆的一把雨伞 而那把雨伞上印着的一个机构名称 让白兰有了新的寻找方向 他寻着机构的名称找了过去 这才得知这种伞 是他们送给老客户的礼品 于是白兰找到了一个销售 花重金买走了老客户名单 而那条信息上的 正是白兰收集到的客户名单 他觉得绑匪一定就在这些人中 陈浩看了看却没有恢复 他已经下定决心不再管这件事 然而命运好像给他开了个玩笑 因为紧接着他所在的区域 便发生了一起和当年 几乎一模一样的儿童绑架案 绑匪的要求也和当年一样是40万赎金 但以这个孩子的家境来说 400万都不算大数目 绑匪又为什么只要40万呢 这次警方运用科技手段 追查到了播出电话的地址 是一个海边的电话亭 而现场除了一只遗落的香烟以外 再没有其他任何线索 随后绑匪又打来一个电话 说他将孩子照片放在了门口垃圾桶 这也和当年一样 不一样的是 当年白蓝翻遍了垃圾车 才找到女儿的照片 而这次民警很轻易就找到了 就在他们围着照片 分析小女孩的所处环境时 一旁的实习生却突然想到了陈浩 但当他找到陈浩家时 陈浩却并不想开门 直到看到他手机里的照片 才让他进了屋 虽然已经打定主意不再管这件事 但他怎么能忍心 看着又一个小女孩是去哪 眼见陈浩答应下来 实习生急忙给局长拨去电话 而这是绑匪的第二个电话已到了 他要女孩妈妈将钱放在背包里 带去一个码头放进指定的垃圾箱中 这下就连放赎金的地点 都和十年前一样了 当年正是陈浩在码头蹲守的绑匪 但却没能抓住 这次他直接来到了上船的地方 准备在船上来个守株带兔 女孩的妈妈如约将赎金放在了垃圾箱里 陈浩则是带着实习生在船上找人 但因为正好是新生放假 船上到处都是军训完的学生 一人一身迷彩服看得警方眼都花了 当年绑匪也正式利用这一点 才在众目睽睽之下逃脱了 但这一次陈浩在船上 一眼就看到了一个包着脸 穿着迷彩服的可疑身影 只见他迅速拿走了垃圾桶里的包 而包里一早被警方放了定位器 眼见定位器开始移动 警方也出动准备抓人 但他们没想到是 绑匪只是将定位器扔到了船上 人却从岸边跑了 只有陈浩眼间看到了他的身影 他带着实习生一路追到了修船厂 才终于按倒了他 但他拉下面罩却发现 这人居然是女孩的外公 陈浩和实习生瞬间都有些猛 但外公却说他只是按照绑匪的要求做了 原来就在警方接到绑匪第一个电话之前 外公就收到了电话 电话里绑匪告诉他了一个地点 说小女孩就在那里 但必须他自己去才能见到 外公半信半疑地找了过去 果然就在一个碉堡里 听到了女孩的哭声 但他刚一进去就被锁在了里面 而那个哭声居然只是 同一个喇叭中传出来的 他气愤地摔碎了喇叭 却找不到任何出口 再加上碉堡里也不会有信号 他只能找了个地方坐着 不知道过了多久 外公突然听到了一阵手机铃声 他这才发现碉堡的通气口外里 放着一个手机 外公费力拿到手机后 看到了一段孙女的视频 而碉堡的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 但当他终于走出来时 那个手机却又收到了一个信息 信息中绑匪用孙女 威胁他去码头拿赎金 这才有了后来的事 但当警方问起手机在哪里时 外公却说他按绑匪要求扔掉 他做这些也是为了孙女能够安全 没想到却成为了绑匪的帮凶 但对于他的说辞 警方却并不相信 因为那个海边电话亭里找到的香烟 上面的唾液提取出了外公的DNA 并且警方调查到 外公和女婿的关系并不好 因为炒股失败他曾向女婿借钱 但却被拒绝了 他也因此搬到了另一处房子居住 目前看来外公有很大的嫌疑 说不定他是在 自导自演一出绑架的戏码 但问题是小女孩又会在哪里呢 就在这时实习生突然发现 外公说话声音的波形 居然和绑匪声音的波形十分相似 要知道不同的人就算说同一句话 波形也不会如此相似 这下外公的嫌疑就更大了 但作为证据这还远远不够 随后的录音比对则更为奇怪 因为这期绑架案中 绑匪索要赎金的声音 居然和十年前的一模一样 甚至连环境音都是一样的 而环境音这种东西是没办法复制的 除非两个录音出自同一处 但又有哪个绑匪 会留下自己的绑架录音呢 毕竟这可以说是个定时炸弹般的存在 陈浩却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那就是十年前绑架案的受害人白兰 但当他找到白兰家时 却被告知白兰已经卖掉了房子 而女孩外公也因为证据不足 被警局释放了 但他女儿却不肯让他进门了 因为他觉得这件事和他脱不开关系 而随后陈浩找到了白兰如今的住宠 却只看到了满屋子的纸张 和当初自己屋里的一样 满满的都是关于十年前绑架案的线索 他突然想起白兰曾给他发过一些图片 是他从绑匪那把伞查到的客户名单 上面赫然就有女孩外公的名字 陈浩突然间明白了一切 原来十年前的那个绑匪 正是如今绑架案的女孩外公 而白兰为了报复他 选择用同样的方式 想让他也尝尝失去孩子的滋味 司机此处陈浩连忙骑车赶往 当年铃铛坠崖的地方 而此时女孩外公却已经到了那里 看到了单手扶着一个巨大水桶的白兰 这一幕他又怎么会不熟悉呢 当年他就是在这里 失手让铃铛摔下了悬崖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找了你十年 外公已经被吓得说不出话来了 他也终于能够体会到当年白兰的心情了 他悲痛地跪了下来 说出了当年的真相 原来他的女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手术的费用他实在是负担不起 但为了能救女儿 他只能铃儿走险绑走了白兰的女儿 并以此为要挟拿到了赎金 但铃铛的坠崖却出乎他的意料 他原本没想要伤害铃铛 是在看到警方找过来时 惊慌失措没有拿吻水桶 而他这些年内心也是备受煎熬 所以每年都会来给铃铛上香 但这又怎么能弥补 白兰和铃铛所受到的伤害呢 这不公平 你跟我说公平 白兰看着眼前的老人觉得有些可笑 作为害死自己女儿的绑架犯 他有什么资格找自己要公平 自己的女儿被他害死 他的女儿却手术成功活得好好的 白兰觉得只有让他经历自己的痛苦 那才算是公平 他冷笑着看着女孩外公 然后将水桶奋力推向了山下 此时赶到的陈昊正巧看到了这一幕 他看着眼前这一幕目自欲裂 当年他摔得遍体鳞伤 都没能救下铃铛 如今他坚决不能再让悲剧重演 他不顾危险奋力拽住了水桶的生命 却也因此被甩到了悬崖边 外公也在这时抓到了他 但任凭两人怎么努力 都没办法将水桶再拉上去 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 水桶从陈昊手中滑落了下去 但出乎两人意料的是 水桶里并没有小女孩 有的只是满满一桶红色油漆 而女孩正躺在不远处的车里睡得正香 原来白兰在和他相处的过程中 逐渐又感受到了和林荡相处的快乐 他不忍心伤害女孩 说到底伤害他女儿的也只有外公 白兰也只是想在临死前 给女儿一个交代 只是所用的手法有些偏激了 而等待着女孩外公的 也将会是法律的审判 他最终还是要为 十年前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 白兰的遗体也将会遵从他的遗愿 和女儿林荡葬在一起 所以当我们遇到事情时 千万不要采取偏激的手段违法犯罪 社会的稳定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 妻子深夜到菜地挖菜做泡面 却发现土里有义务 定睛一看 瞬间妻子被吓得呕吐不止 他不敢相信丈夫到底隐瞒了什么秘密 原来他的丈夫每晚梦游都会梦到种菜 而他则总是跟在丈夫身旁 替丈夫善后把菜种好 怎料这次种菜时却发生了意外 这不禁让叶曼想起 几天前在他的婚礼上给宾客敬酒时 丈夫许仙的前小姨子小青 却故意将酒撒在地上 而且还声称他姐姐小白的失踪和许仙有关 小青的这些话以及许仙的表现 让参加婚礼的刑侦队长李薇产生了怀疑 于是决定重新调查许仙前妻小白的失踪案 随后去到当时负责案子的警局了解情况 据警员透露许仙和小白本是一对恩爱夫妻 但就在八年前 小白却在一场化学实验中 受到了化学物品的毒害 从而致使他精神上出现了点问题 后来就被许仙送到了精神病院进行治疗 可没过多久小白却离弃失踪了 当时许仙为了寻找小白的下落 还花了五十万悬赏寻找 但却一直没有任何消息 因此警方便一直按照失踪来处理 直到四年前 许仙就申请宣布了小白的死亡 但李薇却认为 即使案件看着没有任何一点 可许仙在婚礼时的状态明显有问题 李薇为了进一步调查 于是又前往当地收容所询问 根据工作人员透露 许仙确实曾来过收容所 但是她的状态明显有些心不在焉 因为许仙只是随便挑了一眼房间里的人 就称里面的人不是她要找的人 李薇听后认为许仙之所以表现出这种态度 或许她早就知道小白的下落 同时也更加肯定小白失踪案存在一点 而之后警员下雨回到警局 就立刻调查了许仙的个人档案 发现许仙与小白还有另外两个合伙人 在十年前一起创办了药业公司 可就在一年后 他们的实验成功后 却发生了意外 他们的合伙人冯四 不但偷走了他们的实验成果 而且还申请了全套专利 不仅如此 冯四还贼喊捉贼地将他们告上了法庭 而许仙便因此背上了一笔巨额债务 可奇怪的是就在三个月后 许仙和小白竟然又东山再起了 还一次性地还清了所有债务 夏宇看着这些档案 不禁好奇许仙和小白究竟做了什么 竟让他们在三个月内还清了巨额债务 于是 夏宇和李薇找到当年的另一位合伙人孙强 从孙强口中得知 当年冯四将他们告上法庭之后 他就选择离开了公司 而之后小白竟突然找到他 还声称许仙在优化配方时 好像无意研究出了更危险的东西 虽然小白没有明说 但他心里清楚小白口中的危险东西 要么是病毒要么就是毒品 而小白突然找到他 是想让他这个老师帮忙劝说 许仙停止研究 可当时他正在科研 无法脱身去找许仙 谁曾想当后来他有时间去找许仙时 却得知小白已经被许仙送往精神病院了 随后李薇顺着精神病院的线索 来到小白当年待过精神病院 从院长那里得知 关于小白的资料 现在只剩下两段监控视频了 而夏宇通过查看监控 发现小白竟然可以自由出入医院 便询问院长原因 据院长透露 其实当年小白的病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但许仙坚持在给小白治疗一个疗程 谁曾想偏偏在这个时候 小白却凭空消失了 而且大门口就只有一条横向的马路 不管小白从哪边走 都应该是可以从监控中看到的 可小白偏偏在监控盲区内消失了 随后李薇将视频带回警局 通过仔细对比两个视频的时间 发现有一辆黑色车相比其他车辆 在盲区内多停留了20秒 而这个时间足够将一个人掳走 随后李薇通过视频中的车牌号 立刻打给交管部门调查车辆信息 发现这是一辆在郊外租来的车 于是李薇立刻前往租车公司 当李薇拿出车辆的照片给老板便认时 却被老板告知 虽然车辆是他这里的 但这辆车已经被报废了 而且由于时间间隔太久 租车的档案也已经不存在了 但幸运的是 车内的GPS路线还存在电脑里 随后通过租车店老板的搜查 GPS显示当初小白失踪时 这辆黑色车的目的地是许家沟 而那里正是许仙的老家 李薇怀疑许仙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想要掩盖身份带走小白 可许仙掳走小白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之后李薇顺着这个线索开车来到许家沟 在村口碰巧遇见一位出门干活的大爷 于是李薇上前打听许仙家的位置 却从大爷口中得知 许仙的母亲于海在家里不小心撞破了头 由于于海的岁数太大很快就不行了 而许仙也奇怪 作为村里有名的孝子 而且现在又混得那么好 村里人本以为许仙会为母亲大办丧事 怎料她回来的第二天 就匆匆地把母亲给埋了 随后李薇按照大爷指的方向找到许仙家 怎料碰巧看到许仙和叶曼离开 李薇等他们离开后 立刻联系当地的警察过来支援 希望可以通过搜查找到有用线索 很快下雨发现在一处墙面上有血迹 看来于海确实是碰到头去世 那么许仙为什么会匆匆将母亲下葬呢 而之后 下雨在后院发现菜地有被翻动的痕迹 再回想到许仙曾在新婚当夜 梦游到墙角下挖坑的举动 下雨认为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谁曾想经过挖掘 竟发现了一具完整的女性骸骨 而骸骨身上的衣服 正是小白失踪前在视频里穿的那件 因此李薇认为这具骸骨可能就是小白 得到证据的李薇 决定立刻展开对许仙的抓捕 而警方也很快就在去往市里的路上 将许仙拦截了下来 而之后 当警方将受伤的许仙送到医院后 在许仙醒来后 便开始了对她的询问 警方本以为许仙会辩解她的所作所为 谁曾想许仙竟直接交代了作案经过 原来就在九年前 许仙被公司的合伙人背叛 因此背上了巨额债务后 为了尽快还清债务 她和小白没日没夜的研究药品 谁曾想经意外制出纯度极高的毒品 而当时债主又天天上门讨债 走投无路的许仙竟把心思 放在了意外中制成的新型毒品的配方上 之后许仙通过交易配方 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 还重组了公司 但很快小白就知道了这件事情 还跑到公司和许仙大吵了一架 谁曾想就在小白离开公司后没多久 她的神志就有点不清醒了 而许仙就把小白送到了精神病院做治疗 希望她能够快点好转 幸运的是小白经过精神病院的治疗 她的病情开始逐渐好转 不料这时于海却主动提出 要接小白回老家中 还特意交代许仙到郊外 租一辆车去接小白回家 许仙虽然不明白母亲的用意 却还是照做了 当小白被许仙接回到老家后 小白就将许仙卖配方的事告诉给于海 并希望于海和他一起劝许仙自首 谁曾想于海不但包庇了许仙 还希望小白可以袖手旁观 可小白无法忍受良心的谴责 于是决定去自首 结果在许仙阻拦小白时 两个人再次发生了争执 突然于海竟用斧头一锤砸死了小白 只为不让许仙的名利受损 事后于海便让许仙把小白的尸体搬到后院 还逼着许仙亲自动手将小白埋在菜地里 当时被吓猛的许仙完全听从了母亲的安排 正是因此 之后许仙就有了梦游症 而于海的死也并不是意外 原来就在数日前 在许仙的婚礼上来了几个不速之客 声称要买她的毒品配方 但这次许仙并没有答应他们 谁曾想那几人为了得到配方 竟害死了于海 最终警方根据许仙提供的线索 抓捕了那几个贩毒的人 而许仙也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很多事情做之前要思考清楚 什么事情是可以做 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 否则最终的结果终将是害人害己 千万不要在深夜搭讪红衣女孩 因为你不知道她到底是人是鬼 这位流浪汉路过公园时 就对待坐长椅上的红衣女孩心生感应 她刚想上前一亲方泽 夏淼就被吓得魂飞魄散 不久后警方接到报警 郊区公园发现一具红衣女尸 但报警的流浪汉并没有留在现场 附近只有公园小卖铺的老板娘 她也看到女孩在那里坐了一整天 收摊时担心她会有什么事情 就想上去问问情况 乃至她走到正面才发现 这女孩竟已经死去多时了 她正想报警 没想到警方已经赶到了 警方在周围搜查无果后 便将女孩尸体带回警局解剖 这一解剖才发现大问题 从女孩背部的尸斑来看 公园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而女孩死于服用大量安眠药 吞服安眠药自杀会伴随呕吐 但女孩身上很是干净 可见是死后被人收拾干净 换上了新衣服 然后才搬运到公园抛尸 既然是抛尸 那就一定会有运输工具 但现场并没有发现类似的东西 难道是被凶手销毁了吗 而从女孩的齿骨联合来看 她今年刚满18岁 但牙齿磨损严重 几处蛀牙也没有被医治过 可见是生活拮据 很少吃精细的食物 并且她下肢肌肉萎缩 脑部发育也不健全 应该是天生的残疾加上智力障碍 最为奇怪的是 她居然有骨掌的经验 不知是曾被侵犯 还是有长期伴侣 事件结束后 警方认为当务之急是确认女孩身份 以及寻找目击证人 于是民警决定先从女孩的衣服入手 民警找到了这件衣服的品牌店 店员得到通知后 比对了近期购买名单却一无所获 随后检查衣服发现这竟是件假货 结合事件得出的女孩生活拮据的结论 这似乎也情有可原 眼见衣服的线索一断 警方只好再次找到公园 询问是否有目击证人 而通过询问老板娘得知 公园这一带比较偏僻 偶尔才会有来约会的小情侣 然后便是来往的流浪汉了 但想要找出这些人 恐怕就只能依靠公园监控 但公园内的监控设施老旧 并且安装的也很少 并不能清晰地看到女孩当时的位置 经过警方一番修复后 监控终于勉强看清一些人影 警方在经过一遍筛查之后 终于发现一个可疑的流浪汉身影 此人头戴粉色针织帽 监控中的他手里正推着一个轮椅 这轮椅很符合搬运尸体的工具特征 那么这位流浪汉就很有可能会是凶手 哪怕他不是凶手 找到他也能问出更多线索 这时一位警员突然想起 就在他们勘察现场时 他曾见过这位流浪汉 那时只当他是陆伯 只是这帽子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于是警方决定全程搜查这名男子 然而就在民警终于抓到一个 戴着同样帽子的流浪汉时 却发现他和监控上的并不是一个人 从他嘴里得知 这帽子其实很多人都有 是某个食品商家为了宣传发放的 虽然颜色奇怪但很饱暖 所以他们这些流浪汉也都带着郁寒 这消息顿时让警方有些束手无策 然而就在第二天 监控上的流浪汉居然来到了警局 警员一眼认出他就是那天那个人 本以为他是来投案的 却听他说是看到了警方的悬赏 特意来提供线索 只见他拿出一个白色布包 说是在案发现场不远处捡到的 想来应该是死去女孩的东西 说完还迫不及待地问赏金是多少 显然他并不知道 明警已经通过监控看到了他 以及他鬼鬼祟祟推着轮椅离开的身影 见流浪汉不说实话 明警也不再废话直接出示了监控照片 眼见自己躲不过审讯 流浪汉只能老老实实交代了一切 原来他并不是凶手 反而他才是最早发现女孩尸体的人 布包也是他从女孩身上拿的 那天深夜他路过公园 就看到女孩自己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 他不由地心生歹念上前搭讪 见女孩没反应 他甚至大着胆子拉起他的手 并亲了一口他的脸颊 哪只女孩脸颊冰冷无比 这明显不是个活人的温度 流浪汉惊地跳了起来 正准备逃跑却看到了 女孩身上背包和一旁的轮椅 同时女孩口袋里还有个红包 他便也一并带走了 里面的钱自然也被他花掉了 至于那轮椅 则是被他十块钱卖给了废品站 于是明警带着他来到废品站 哪只废品站老板 根本不承认自己收过轮椅 还说不认识流浪汉 无奈之下流浪汉只能 自己在废品站里寻找 终于他在一堆废品里 发现了轮椅的轮子 原来轮椅已经被拆成了零件 但好在关键的骨架还能找到 于是明警将轮椅带回警局 清理干净之后的轮椅上 明显有一行字 这就给了明警新线索 文字上正是某个慈善机构的名字 通过查询得知 这个机构在十年前捐赠了一批轮椅 当地的受赠人也有数十个 其中就有这位女孩 通过查询受赠人档案 警方也终于确认了女孩的身份 原来女孩叫亲子 和母亲居住在城南 但在一个月前 母亲就带她搬了家 搬到了父亲的工地附近 好在捐赠记录上 同样记载有其父徐昌江的工作单位 那里正是城北一处工地 警方立即前往调查 通过询问工地包工头得知 徐昌江为人老是肯卖力气 不过他最近请了一周的家 说是家里有事 随后包工头又说起 徐昌江此前一直住宿舍 自从妻子搬过来 才到外面租了个房子 还说他每次一发工资就交给老婆 是个公认的好老公 说着他让人将地址写下交给了民警 循着地址民警找到了一处民居 但房东却告诉他们徐昌江不在家 原来他妻子得了绝症 他请了假在医院陪护 于是民警拿出亲子的照片 房东认出这正是徐昌江的女儿 说亲子有些智力问题 但他和父亲都被母亲照顾得很好 只是因为残疾亲子很少被允许出门 就算出门也是母亲寸步不离地跟着 所以他平时也不怎么能见到 尤其是亲子母亲住院后 为了亲子的安全着想 父亲就经常把他锁在家里 说话间民警来到了徐昌江的屋子 从门口可以看出他们生活的很是拮据 随后就听房东说起 前些天曾听过亲子在屋里又哭又砸东西 但这几天就没了动静 他还以为是被送回老家了 在民警问起他们一家的人际关系时 房东却说他们家没什么朋友来往 尤其是亲子 一旦出门必然是母亲陪着 也没有男朋友什么的 那他的性经验究竟是从哪来的呢 说话间就见一个面容愁苦的中年人 拎着保温筒走近 看过照片的民警立即认出 他就是亲子的父亲徐昌江 但徐昌江看到门口的民警 却没有多大反应 只见他静止打开门进了屋内 民警也跟着走了进去 徐昌江看着进来的民警 从身上摸出一个烟盒 却发现烟早已经抽完了 他只能叹了口气 问民警是不是找到了他女儿 他说有天急匆匆去医院忘了锁门 回来就不见了女儿的踪影 他以为是亲子在屋里跌得慌 自己想出去散散心 但当民警问起他为什么不报警时 徐昌江哽咽了一下 他说自己老婆快去世了 甚至可能熬不过今晚 他是想着送走老婆再去找亲子 说话间他抹着眼泪起身 将衣柜里灵星几件衣服全部拿了出来 原来他回来就是想拿些衣物 让妻子体面地离开 看着一个中年男人嚎啕大哭 民警心里都有些不是滋味 生活的重担已经快要将他整个人都压垮 眼见徐昌江这里没什么线索 他本人状态也不适合再询问下去 民警只能一边派人继续跟着徐昌江 另一边再次解剖亲子的尸体 果然二次事件后 警方发现亲子的性经验痕迹 并非来自他人而是来自亲子自己 这样就排除了他被侵犯的可能性 也确定了他确实没有长期办理 但他家门口的路已经施工一个多月了 光靠他自己摇轮椅 他肯定是到不了公园那么远的地方 于是警方决定再次前去询问徐昌江 哪知他们刚到医院 就发现徐昌江居然不见了 原来就在两小时前 徐昌江的妻子去世了 他恳求民警给二人留一段独处的时间 民警心中不忍便同意了 哪知他竟借这机会逃走了 这时民警突然想起徐昌江说过 他准备送走老婆再去找女儿 那如果他早就知道女儿已经去世了 那么他最有可能去的地方 就是发现亲子的那个公园 此时的徐昌江正坐在发现亲子的长椅上 他果然是要自杀 只见他倒空了一整瓶安眠药 决绝地一口吞了下去 又拿出一瓶酒一饮而尽 随后他掏出一个红包 将身上仅剩的现金塞了进去 只希望发现尸体的人 能够把他们三人的骨灰埋在一起 徐昌江就那么坐着等药笑上来 恍惚间他看到妻子女儿都在身边陪着他 三人说说笑笑无比幸福 就在他快要失去意识时 民警和救护车也终于赶到 他们急忙将长椅上的徐昌江送去了医院 而在紧锣密鼓的抢救之下 徐昌江也总算被抢救了回来 清醒之后徐昌江也终于讲出了一切 原来亲子竟是被他毒死了 而他做的这一切也都是为了女儿 自从妻子查出来绝症后 家里就一直在借钱治疗 他虽然常年在外打工 但挣的钱远远还不上医药费 并且妻子住院后 就没有人照顾女儿了 亲子生活不能自理 他实在没办法把他自己丢在家里 随后他又得知妻子已经活不了几天了 就动了随妻子一期走的心子 但他实在放心不下女儿 亲子将来失去双亲 又有残疾和智力障碍 怕是会活得很艰难 从医院回来的徐昌江 看着开心玩乐的女儿 下狠心为亲子吃了安眠药 看着他逐渐失去意识 徐昌江拿出了准备好的新衣服 随后他拿起女儿最喜欢的指甲油 仔仔细细地帮女儿涂上 他趁着夜色将女儿推到公园 找了个风景最好的地方 将亲子摆在了长椅上 他告诉亲子父母很快都会去找他 随后拿出一个红包装了300块钱进去 他将这个红包塞在女儿的口袋里 只希望看到的人能善待女儿的尸体 虽然出于无奈 但徐昌江终究 害死了一个鲜活的生命 他也还是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他是一个有勇气赴死的人 相信他也同样有勇气 面对未来的生活